我也將唯一 林岳萍加油 一起來 林岳萍 林岳萍 同意 同意林岳萍 一樣的林岳萍加油 一樣的老大黨高志剛 只是對決的打者 不再是對手 而是同梯戰友高國慶 2018年3月25號 投手球上的林岳萍 投出引以為傲的火球 為十三年的選手生涯 正式畫下句點 第一次給我們大筆林岳萍 一個最熱情的掌聲 最後一下 心裡想說因為我已經 再也沒有辦法再上去投球 跟對手比賽了嘛 然後告訴他說 摸一下就是 像Q5一樣 對 跟他道別一下 生涯四百六十八場出賽 防禦率三點八八 以及高璇中職記錄的 一百二十九次就演成功 林岳萍走向統一傳奇 終結者之路並不容易 患有心臟主動脈 必所不全的大柄 2007年冒著七%的死亡率 動了心臟手術 只為了有機會 延續投手球上的夢想 當時是因為我還進來兩年 我還沒有當然 感覺到我成功的時候 就面對這個困難 所以決然是 還沒到盡頭 所以就選擇 先做一個治療之後 再往前衝的想法 在投手球上 我們常常笑他說 他是用生命在投球的一個男人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他的經歷 就是心臟開刀 開刀完之後 付出的表現依舊神勇這樣子 那我相信在這個過程中 他一定是付出了非常大的一個努力 然後還有最重要是一個 很強烈的企圖心跟意志力 說起對林岳萍的印象 只有兩個字就是霸氣 在08年與兄弟的總冠軍賽第五戰 大餅關門成功後 血脈噴張的歌喉動作 引起橡皮暴動 尾巴式叫囂鬧得沸沸揚揚 但在十年後回過頭看 一切都是過程 不是只有我演出嘛 有很多人在我演出啊 但大家回頭來看 應該是滿精彩的 因為也不會想說 刻意去編出來的一個劇情嘛 對啊 所以回頭看是精彩就好了 激情過後 邁向經典 隔年統一又一次在總冠軍賽 拋下橘色彩帶 這一刻 南霸天三連霸的輝煌 成了林岳萍永生難忘的回憶 是09年我們三連霸的最後一戰 是我投最後一個出局數 然後站在投手球 然後看著全隊的隊支援 一擁而上的慶祝歡呼的那種畫面 是我職棒生涯 這十三年來最難忘 也那時候最球隊正好的時候 的那個感覺 紅土上白色的框收藏了驕傲 一輩子的夢想 三十六歲的林岳萍沒有遺憾 用二軍投手教練的角色 嚴世對棒球的堅持 正式宣告球員版高潮迭起的 大餅劇場完美落幕 請大家帶我們最熱情的掌聲 給我們的大餅林岳萍 吃igos 食物 好 好 呱 好 度